许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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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 城市黎明的灯火 总有光环在远落 模仿着一个又一个 就是我知道我的长相 其实在训练声里面 就不是属于很出众的那种 然后以前他们觉得我形象不行 然后就有因为这件事情 就是不开心的一段时间 然后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其实我就觉得 我为什么要因为这些东西不开心 很谢谢你们喜欢我这个不完美小孩 我的丑主不配出道 但是我觉得他们说 我长得丑有什么关系呢 我就是要想得美还要干得漂亮 这不是为了让他们无话可说 是为了让自己不往人间 无名之辈 我是谁 忘了谁也无所谓 继续追 谁的光荣不是伴着眼泪 也许累一身狼狈 也许卑微一生无畏 谁生来不都是一样 尽管叫我无名之辈 我曾经呢会因为一些直言骗语的嘲笑 而对自己的外貌感到难过 那好在呢我收获到了很多爱 盖过的这些嘲笑声 我知道现实生活中其实有很多人都承受着外界对自己容貌 拼求论主的压力 但是我想告诉他们 你们要相信世界上 每一个人都是无理人比的美人 我是谁 在爱你的人面前永远发之光 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 也许很累一身狼狈 也许卑微一生无畏 也许永远成为不了你的光辉 无名之辈 无名之辈 我是谁 我是谁 忘了谁 也无所谓 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 也许很累一身狼狈 也许卑微一生无畏 也许永远也成为不了谁 再见 叶子轩的袁华卫 祝你 你好 艺人连华卫 书心未感 有幸遇到 往后余生 请抓紙下 你也是的 你也是的 哇 你也是的 你也是的 你怎么不哭啊 我没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